好,香港結出網山大賽 201年結出網山大獎的得主是 Your last hat asked Hello,我叫Eddie,代表聯藝 我們公司的牌子叫Crystal Craft 我們生產水晶的精品 說回為何參加這場比賽 我們本身是一個比較歷史內的企業 由我爸爸1958年開始做五金加工 直至上大陸開廠 到電商的年代 我們究竟如何作出一個很勇敢的轉變 其實為了這場比賽 我們組合了一個老中青多元文化大融合的團隊去應戰 有些客戶在專賣店裡面看到我們的產品 但是空間有限 他需要了解更多我們的產品 我們就引導他到網上 大家好,我叫CK 2009年加入公司的 主要負責開拓國內市場 2010年正當國內電子商務品慶持 我們加入了阿里巴巴天貓商城 在這個平台上我們設立了我們的專賣店 我們通過專賣店發展了不少的客戶 其中有一個國內的保險公司 項目的需求向我們訂購了他們所需要的產品 並且日後成為我們股定的長期的客戶 這段時間我們要及時回覆 我們看到客人是非常好的服務 因為這件事 客人就覺得我們是一個很誠懇的買家 所以後來賺到這張訂單 Hello,大家好,我叫Rigel 在我之前一直都用了一些很傳統的方法 例如Trade Fair去得到訂單 在電子商務平台的話 其實可以說是零經驗 我們公司加入了阿里巴巴成為他們的會員之後 我們參加了他們所舉辦的網商學習營 在這個營裡面 我們學會了很多網商的知識 實戰的經驗 在這個營回來之後 我們老闆決定長生打造過我們的團隊 在這個改變之下 令到我們公司有一個很明顯的改變 可能有人會質疑 那我為何要用雲圈呢? 既然你有T-Mobile 我直接把他的東西 Copy到阿里巴巴那裏就可以了 但其實這樣是不是會有效呢? 因為他們的標準市場是完全不同的 完全是兩樣東西 Hello 大家好 我叫Will Sir 我2014年年尾才加入這間公司的席 這份也是我第一份的工作 我進來才開始接觸到電子商務這件事 其實一開始老闆叫我參賽 其實我也很驚訝到這個新人有什麼作為呢? 但其實只要有Eddie、CK和Rigate他們的帶領下 其實這個團隊出來的火花是十分之好的 其實無論你經驗多或者少 只要你有信心、你有心做 其實你都可以做好電商 很榮幸贏了一個比賽 其實我們同事都很辛苦為了這個比賽準備 但辛苦過後其實是有結果的 亦都希望這股正能量能夠影響到 我們公司其他的不同部門的同事 令到大家對未來更加有誠心 在此我都借了機會為香港的中小姐打打氣 大家一起努力 共創明天 Let's do it!